作詞・編曲 李宗盛 好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我們要來聊聊這個題目叫 閱讀就是你的超能力 所以我要把PTT打開 好!在開始之前 我必須要先把超能力傳給大家 因為我們知道前一場 刚刚那个什么跳电对不对 比方说大家操能力实在太强了 我现在要帮大家收敛一下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 这是帮大脑开窍的一个小游戏 这游戏怎么做呢 请试着把你的左手伸起来 然后放在你的鼻子上 然后再把你的右手 我麦克风好像不太有拿 再把你右手伸起来 放在你的耳朵上 然后当我说交换的时候 请两手交换 我示范一次 谢谢 好 这是一个活化左右脑的 一个小游戏和活动 我们接下来谈阅读 就是你的超能力 因为希望大家把这能力 能够带回家 然后再加上今天这场演讲 算是非常压轴 所以有在现场的人 恭喜你了 因为你今天这个能力 非常非常特别 它在外面是要卖钱的 对 所以大家今天还有机会 还可以拿到三本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好书 好 所以我们有三个数字 待会儿要来请大家猜猜看 对 猜猜看 第一个数字是115 第二个数字是3 第三个数字是600 在开始前 我邀请大家来猜 我会把麦克风拿下去 看谁能够猜对 你觉得115是什么 我的天哪 随便猜 随便猜 阅读的时间吗 阅读时间 哎呦 有点接近哦 好 你觉得115是什么 智商吗 智商 115智商 我不知道算高还低耶 对 好 那3 我们来猜猜看3 你觉得3是什么 三本书 三本书 你觉得3是什么 一年读三本书 一年读三本书 那你觉得600是什么 公尺 640公尺 跑的速度吗 好 其实刚刚那个院井工程 他们前面有播一个影片 说很多成年人啊 最近看书是几年前 7年前 如果大家看影片 现场有人是7年前 才看过书的吗 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来到现场都是 爱阅读的人 应该多数啊 应该多数是爱阅读 才会来参加一个 哇 全部都是书的活动 因为外面其实我知道 外面其实还有什么 印度的活动啊 很多展比这个精彩很多 可是为什么大家 会愿意来到这里听书呢 比方说大家都是爱书的人 好 那我接着 一一来破解 这三个数字是什么 好 第一个数字是 我们有115万粉丝 我们是阅读人社群 有人还没有加入的吗 没有加入的请待会搜寻一下 马上加入 我们要加一了 一一五再加一 好 那3是什么呢 好 3 我们有一个社团 叫阅读人同学会 然后是一个线上读书会 目前有3万人 一个礼拜有将近 快200本到300本书上线 等于我们一本书 就是一场读书会 等于哇 一个礼拜 在海内外 包括台湾哦 有这么多人在线上 跟大家共享阅读 有没有还没加入的 阅读人同学会 待会请搜寻一下 马上加入 因为它不用钱 对 在脸书搜寻 或者是网络搜寻都找得到 它是不用钱的一个 网络学习的社团 好 那600是什么呢 好 我去年讲了600本书 我还不觉得很夸张 我自己又觉得 原来我说这么多 这个说书包括 出版社找我 广播找我 音频找我 然后包括我在直播上面 每个礼拜会分享 10到20本书 要介绍超级超级多书 很多人就好奇 我怎么这么老 可是我跟大家说 读书和考试 其实要分开来看 我待会来跟大家破解 为什么读书考试要分开来看 这是我的生命的标签 我名字叫郑俊德 所以从这三个标签 有没有觉得 有点神奇 可是如果要认识一个人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网络肉搜他一下 然后现在遥控器 他不听我的话 谁家失去了 他的超能力了 帮我按一下 下一页 要认识一个人 就网络搜寻郑俊德 就可以看到他 很多很多的故事 只是我的故事 如果要说完 可能要花两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今天不说我的故事 因为我希望今天大家 真的能够把阅读 这个超能力带回家 所以我们延伸下一张 谢谢 我们也跟很多人 一起开直播分享 包括可能有些人认识的 猜猜看右上角这一位是谁 有人猜得出来吗 对 他名字有个曼 小曼吗 对 张曼娟老师 对 张曼娟老师 好 那中间这一位呢 吴诺泉老师 好 那这个难度很高了 他只有侧脸 我特别找一个 他只有侧脸的 其实我刚刚看 院井工程 他有出现在上面 王文华老师 对 然后王文华老师 下面这一位 就有名一点 大家可能比较熟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媳妇 叫做隋唐 所以他知道是谁吗 赖佩霞老师 好 赖佩霞老师 中间这位 年轻人不认识 就要该打了 好好 对 好好可能是 里面蛮有钱的 很会赚钱的年轻人 然后我们延伸 有不同的老师 和作者一起合作 虽然都很好奇 我为什么可以有机会 跟他们接触 认识 因为他们都是爱书人 同时他们都有出书 也因此我们 透过一个理念 来推广我们的阅读 妈妈帮我下一页 这是读书 读人 读世界 生命空缺 用阅读补足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一 二 三 来 读书 读人 读世界 生命空缺 用阅读补足 有些人可以读书 可是有些人没办法读书 因为他没办法读书 可能没办法专注 或者他没有能力 没有技巧 也包括他可能过去 学校老师填他标签 同学填他标签 就是你很糟糕 你不会念书 所以就觉得很受伤 就讨厌阅读了 好 那没关系 我就说你可以读人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 其实很多创业家 很多老板 他可能学历不高 可是他为什么可以成功呢 因为他会读人 他会用人 他知道怎么使用这个人 这样成为他所用 这样会读人 然后另外的是 什么是读世界 因为我们深信 当你读这么多之后 你没有输出 会内伤 所以必须要练习 把它分享到世界去 影响这世界 所以读书 读人 读世界 生命空缺 用阅读补足 好 所以我们要进行 待会下一个活动 好 帮我下一页 人生有哪些难题 在讨论这问题之前 我希望大家今天 不是来听我分享 因为我们刚刚说 读书 读人嘛 所以你不只要读我 也要读你旁边的 我们先一起起立好不好 全部一起起立 请每个人 至少找到一个伴 两个人一起 找到伴之后才能坐下 至少一个伴 找一个伴 然后坐下之后呢 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请他 为什么要来这场活动 好好认识旁边这位朋友 我们只给大家30秒的时间 所以要好好认识一下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先生 还没找到伴 先生你可以找一位 跟别人一起 三个也可以 这两位美女方便吗 他可以跟你们认识吗 可以可以 好那接着下一个 你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 人生有哪些难题 就是你们小组 两个人一组 或三个人一组的 请好好聊一下 你觉得人生有哪些难题 生命当中有曾经 有哪些困难的题目 曾经影响过你 困扰过你的 请跟他分享一下 想想看 然后如果不是你的 你听过也可以 我听我朋友说 人生有哪些难题 我们要 我们再给15秒的时间 好 关于阅读的超能力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问题 有人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要有问题 因为如果你没有问题 那你今天在这场节目 或者是这场讲座当中 你不会拿走任何答案 所以第一个是 你一定要有问题 我们先给自己掌声鼓励 好不好 掌声不是说 你自己是有问题的人 是你的生命本身 你需要 想要改变 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带这个方式 来找答案 好那人生 会有哪些难题呢 突然有了 突然又没有 帮我按下一页 谢谢 今天遥控器比较远一点 好 人生有很多难题 我只是帮大家 简单筛选一下 第一种可能是 选择困难 每个都很好 或对未来的茫然 更不知道下一步 该做什么 然后另外一种是 我希望能够赚钱 可能怎么努力 工作收入还是 22K 26K 或冲不到 3K以上 压力很大 然后每个月 都是月光 也包括 有人希望能够 谈恋爱顺利 告白顺利 甚至希望 能够 瘦身顺利 然后当然有人更希望 在医院的人应该 最希望能够健康恢复 甚至考试顺利 权力地位 对人际关系 这应该多数人 都有这些盼望 也每年的新年新寄望 都可能用这几个方向 去撰写 有的问题 没有在上面的吗 可能如果没有的话 没关系 放在心里面 我们今天会试着 给大家这些方向的答案 所以我们没有赚到了 对赚到了 有的话先给自己掌声 好不好 因为今天不只听我说 你还要认识 旁边的朋友 好 那当难题出现之后 你会怎么做呢 当难题出现之后 你会怎么做呢 我记得要选择题了 这遥控器 可能帮我按下一页 谢谢 好 觉得会使用 A网络搜寻的 例如我想要 怎么理财 你会这样网络搜寻的 你遇到难题 会先网络搜寻的 哦 还蛮多朋友的 应该是多数人都会使用 好 会选B的 可以复选 可以复选 会选B的 我问问朋友的 好 会选C的 我找个老师的 哦 这明显看起来比较少 因为大家不想花钱 好 会选择其他的 其他的 哦 我来问一下 你的其他是什么 你的其他会用什么方式 简单说 要先看那个问题 我自己对它理解 有多少 是否是一个 全然陌生的东西 如果陌生到连我该怎么去接近他都还有困难的话 那我就会尽量的每个方法都先丢出去看 我可以怎么样比较快有效的去了解 我不了解他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什么国师嘛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对 就也因此算命也是一个答案 哦 不知道答案 那拨拨一下 抽个签 祷告一下 我不能说这不好 这其实也有科学根据 因为至少心安 至少心安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因为我们今天谈阅读嘛 所以为什么没有人想到阅读呢 有人想要用阅读解答的 有吗 哦 还是有 啊没有的 为什么呢 没关系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第一 哎 好像跳太快了 下一页 谢谢 好 为什么看书可以解决困难 我相信多数人 在遇到人生问题的时候 看书应该是摆在很后面的部分 可是为什么我看书的时候 会放在我人生很前面的部分 是因为我18岁的时候生一场病 哦 那场病决定的让我觉得 哇 原来人生命好像很短暂 那场病的名字叫自发性气凶 有听过吗 有人听过吗 哦没有 好 简单讲一下这病叫什么 这病叫我被泡会破掉 破掉之后 空气进去 它不会从我皮孔出来 它会从破掉的地方出去 所以会压缩我的肺脏 最后我会吸不到空气 因为压缩肺脏很隔膜 空气都在里面 吃不来 所以就会休克 窒息死亡 好 所以那一年 生日常病 医生说 你这病有50%的机会会再复发 如果复发的话 破的比较大 那可能半小时就要急救 因为一般人没办法憋气憋太久 所以在我18岁那年开始思考 人为什么要活着 好 所以一个18岁的孩子 人为什么要活着 可以问谁 问同学 同学同学 那个人为什么要活着 那同学会想说 你三八 还有你很奇怪 怎么问这种问题 你问老师 老师会怎么回答你 你可能要心灵辅导一下 他想说你是不是想不开 人为什么要活着 好 所以我可以问谁呢 我去问书 后来我理解到 原来很多大师 很多从古代到现代人 他们的持续都在问这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活着 他们有他们答案 有他们的方法 而我紧紧抓住了 我需要的 后来我真的在书里面 找到一句话 那句话的名字叫做 成为别人生命的需要 这故事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不知道现在 世界上跑最快的是谁 有人知道吗 闪电波特 是一个黑人 那力气最大的 有人知道吗 浩克 很好 只是他电影上面的 是一个 真实的话是一个波兰人 摔角选手 好那谁就有钱呢 巴菲特 比尔盖茲 还是贝佐茲 不过贝佐茲最近离婚了 可能财产要分一半出去 所以 我们好像不太清楚 这些世界上的第一名 好像 不太清楚是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第一名 他们拿到荣耀桂冠第一名 跟我们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可是你会记住谁 你会记住谁 曾经在软弱的时候 帮助过你 在你需要的时候 拉你一把 在你流眼泪的时候 地上一张卫生纸给你 即使那张卫生纸 他用过 你也会记住 所以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是成为别人生命的需要 就活在世界上 很大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 因为这句话 紧紧地扣着我的心 所以也包括 我现在的创业 推广阅读 听起来就是很难 活下去的工作 没想到我竟然活了12年 创业12年之久 对 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 你想象不到的答案 都在书里面 都有着 好 往下一页走 好 可是为什么遇到难题 很多人不看书呢 为什么遇到难题 很多人不看书呢 我们这问题 请问一下你旁边那位伙伴 问他说 为什么很多人 遇到困难不看书 可能是什么原因 问他一下 我们有15秒的时间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自问自答 在内心问自己 为什么遇到问题 不看书呢 好 有人要分享了吗 遇到问题不看书 为什么 我们问一下后面的 要把机会让给后面的 我看到我以前的老朋友 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看书 然后也不知道从哪里看起 然后喜欢自己解决问题 不喜欢看书 也不知道怎么要看起 所以选书也是很难嘛 对 我们待会有机会 可以讲怎么选书 这也是很多人遇到的 好 还有我们要分享吗 问这位小姐 为什么人不看书 因为我自己会看书 所以为什么别人不看书 我在猜 因为我做到不看书 是因为觉得 阅读很辛苦 而且要花时间 而且要读很多字 而且你可能想 现在人喜欢快速 然后我读一本书 不一定很快速 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而且我还要花钱买书 很好 我们给这两位朋友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他们把多数人 遇到困难不看书的 难题都讲出来 第一个不会选 也不会用 然后又觉得 好花时间哦 找一找之后 找到发现 其实好像不确定 是不是答案 有没有很有压力 好 没关系 我们今天有救了 下一页 我们今天要分享 阅读的超能力的 六大宝典 这六招基本上 有几招是 已经被证实 非常有用的方式 甚至我们还把 这几招拿来 开课 所以今天大家听到的内容 是我们在坊间 开的一些课程的内容 好 第一招什么呢 第一招 读书等于读人的 好 书是谁写的 书是人写的 所以你要先用 这个角度去理解 一本书 你不要把书 看得很伟大 所以有些书 会写错的哦 不要想说 书一定都正确的 所以你要用 这角度先理解 哦 书其实就是一个人 书是作者 所以他可能讲话 怎样 漏漏灯 有可能讲话 很精简 有可能讲话 没有逻辑 有可能讲话 非常有逻辑架构 你认识这么多 书 其实也等于 认识这么多朋友 在认识他们 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有 你自己很骂己的 有些人觉得 就有需要再找他就好了 你自己想想看 你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子 有些朋友是很骂己 每天都会跟他在一起 呼心勾当 有些人就是 有需要再找他 否则平常在他旁边 有点累 因为他都给你什么 讲的高谈拓论 要讲好远 讲好久 每次一聊天 都聊个两个小时 才聊得完 这样聊起来很累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你要先把书当成人 不要把书当成书 你要先当成人 你去读书 比较没有大压力 好 下一招 好 读书等于聊天 读书跟聊天 概念是一样的 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聊个过程当中 我们下面有两个问题 和什么人聊天 聊起来最累 用你自己 不用想到书 就单纯想说 你跟什么人聊天 聊起来最累 我问一下这小妹妹 你跟谁聊天 聊起来最累 隔壁男同学吗 隔壁没有男同学 跟谁聊天 聊起来最累 你觉得呢 没有回应的人 没有回应的人 聊起来最累 有没有 遇到这种 你跟他讲什么 他不跟你回 其实多数的书都是 你问他什么 他就不会动 说什么聊天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说 你要带着问题 你当你带着问题 去看书的时候 他就回你了 如果你觉得他没有回你 就是你根本没有问题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 根本不会有太多的收获 因为他也不知道 要讲什么给你 他也不知道 要说什么给你听 才是你要的 所以聊起来这类 可能是话不投机 或者是 刚刚我们提到 有一个是 漏漏灯 讲很长 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好 那下一个 和什么人聊天 最轻松 大哥帅哥 你觉得跟谁聊天 最轻松 就有互动 而且最好是美女 对不对 加分有加分 美女有加分 非常好 和什么聊天 最轻松 这位帅哥 大哥 你通常跟谁聊天 最轻松 跟朋友 哦 跟朋友 好 所以这几位朋友 他们都讲到几个钟 我们先给他掌声一下 好不好 就是朋友 朋友是什么 朋友定义是很熟嘛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作者 有一些了解 你就大概知道 他每次讲的东西是什么 包括如果你听到 大前言一 大前言一老师的书 多数都讲什么 讲商业 讲趋势 所以就知道 哦 我每次拿到他的书 他一定讲的都是这些东西 因为你熟嘛 啊如果你拿到一个完全听都没听过的作者 阿加沙 有人听过阿加沙吗 我看有些人听过 有些人不太熟 阿加沙是一个侦探小说的鼻祖 应该算鼻祖吧 对 女王 如果你不看侦探小说 就想说 他是谁啊 对 所以 你如果对这个作者大概理解 你就像跟朋友聊天 你大概可以抓出 他在说话的脉络 主軸 然后就可以跟上进度 好这是一个小小原则 好我们换下一页 好过来读书要想 为什么要读 不是所有书拿起来就全部要读完的哦 不是所有书拿起来都要读完 也包括 你一定要带着问题 去理解 你要读的这本书 那有没有什么时候不用带问题 有 就是你根本想要放松的时候 这时候不要带问题 因为带着问题 看所有书都太累了 如果你单诚实想 放松 只有放松 你就好好的读吧 可是如果遇到考试的时候 那你的读法又不一样了 我们待会下一页会跟大家讲 那如果要预备考试的 那该怎么预备考试 然后当然有人希望的是 改变我的人生 我现在遇到困难问题 六我要告白 不知道怎么告白 我要求财富 我不知道怎么求财富 我希望能够升官发财 不知道怎么升官发财 好像我们今天是来讲妙的 对 可阅读都有这些答案哦 好 我们换下一页 好 所以读书要有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如果你是为了放松读的话 像读一些经典啊 娱乐啊 漫画 小说啊 绘本 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这本书你可能花个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 都没关系 因为它就是一个娱乐性的 然后你觉得读完后面 前面忘记 也没关系 因为它现在 它就是一个不急迫的东西 所以像这种小说类啊 我自己带几个示范 像这种 克雷的桥 有人听过这本书吗 哦有 它是 应该大家 它前一本应该听过啊 叫偷书贼 哦 很熟对 它下一本 这本其实不太好读 因为很厚 而且它的桥段 它那个轴线太多了 其实读起来会 现在到哪里去了 对会有点混淆 所以要通常读个两次 像这种书就是 慢慢享受去沉浸 然后读不通的地方 就天跳过 往下走 走完再回去看 所以这种是慢慢读的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想说 哦我这种一定要 一天读完两天读完 没有小说 没有人在读这种方式的 小说是很轻松的读 好那下一种书呢 看下一页 好 未考试读 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以前在学校 老师教我们就是 当你拿到一本书 一定要从第一页 读到最后一页 然后后来 当你考试后才发现 其实你读了很多 根本不会考的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就花了很多力气 然后可是一直 没办法抓重点 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功力一点 什么要功力一点 就为考试去读 你不要想说 哦我是要为了增加知识去读 增加知识这件事情 在看课外书的时候增加 不要在考试的时候增加 因为你会花很多力气 而且没有办法专注在 真的会考的内容上面 好所以要先知道 考什么才读什么 先知道考什么才读什么 我们一起念一次 一二三来 好这是在考试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重点 有人说 先知道考什么才读什么 那要读什么 有没有好奇 好 通常这类的资讯啊 就叫做考古题 考古题 如果有人去考过一些工职 或者有人去一些补习班 专门预备考试的 他们从早到晚都给你做什么 大量的考试考试的考古题 他为什么要训练你考古 不是要训练你去挖掘考古的东西 是要把你的大脑培养成 有考匠的能力 考匠就是看到答 看到题目马上可以抓到一些原理原则 甚至知道范围 好所以如果你的时间不多 你只剩一年 就要准备一个大考 我就鼓励你 就好好预备考古题 用考古题去挖答案 用考古题去挖答案 然后挖出一些范畴之后 再回到参考书 一般书去把那些内容抓出来 因为这样比较能够很精准地 切入到你需要读的内容 不会花太多无谓的力气 好那下一种 为问题读 为解决人生问题 带着问题找答案 然后把书当字典 所以像这类的工具书 像这本书叫 寻找创意甜蜜点 好听到书明娟 他在讲什么 寻找创意甜蜜点 就创意两个字嘛 就教你如何找创意 所以如果我带着问题 又想说 创意甜蜜点 那什么是创意甜蜜点 如果我问这个问题 我要从头读到尾吗 不用 我先从目录去读 他一定会有一个章节 专门讲这一个 我就直接从那个马上catch到 抓到我需要的 创意甜蜜点的关键是什么 然后延伸 因为这本书的脉络 框架很清楚 因为它就只有四招 所以就好好把这四招看完 我就会了 所以 带着问题去读这种工具型的书 用把它当字典来读 才是现在人需要的阅读技巧 很多人拿到书很有压力 是因为他更不会读 然后一本书想说 要花好久才把它读完 没有 其实书不是这样读的 书是拿来用的 书绝对不是拿来读的 有没有 觉得跟过去老师教不一样 书是拿来用的 我们重复说一次 一二三来 对 书是拿来用的 当书是拿来用的 你才会有动力去看它 然后你才会觉得你买得值得 因为本书里面 即使有一句话帮助到你 虽然好像花了两三百块 可一句话改变人生 便不便宜 超级便宜 如果一句话 一个方法 一个工具 改变人生 我告诉你 所以你要用的思维去看书 看一般大众需要的书 这时候你就可以得到 你需要的答案 我自己透过这方式 我获得很大的价值 包括刚刚提到说 有人想说 如果 其实我一直想说 应该今天不要设什么 阅读就是你的超能力 应该说阅读帮你发大财 今天可能是两三百人的大会场 对 可是阅读能不能发大财呢 其实可以 我认识一个朋友 每年光靠阅读可以赚两亿人民币 看赚而已 看书就可以创造两亿人民币 我每个月 像我一年看六百本书 这些书可以帮我赚钱吗 其实可以 我应该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是 一般上班族薪水十几二十倍 所以 看书能不能创造收入 可以 就只是找出对的方法 用里面的方式去支持别人 当你跟别人能够交换价值 其实就是一种钱的来源 所以知识能不能变钱 可以 知识可以变钱 而方法就是你要把书当字典 把书当字典 好我们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很重要的是 如果我不知道哪些书是需要的 那要去哪里呢 有一个社团叫阅读人同学会 我现在很大量时间会去企业 讲课 合作 策展 演讲 好 然后我把很多我认识的老板 总经理 主管 全部拉到这社团 所以没有不同的人脉在里面 也包括有很多很厉害的说书人 写故事的人 看书的人 里面就是 刚刚有人说军师 全部都在里面了 所以里面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人生答案 包括你有个提问任何问题 就是说 我最近我的家人有点忧郁 这么忧郁 然后我不知道你有哪些书 或者有啥句话可以帮助他 你就问 在下面留言 马上就有上百人给你答案 然后你可以收集到超多书 变成你下一个压力 这么多书哦 对 所以这个社团 鼓励大家可以免费加入搜寻 对 可是加入 因为我们在要审查 所以只要先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到时候会帮你开通 免费的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分享课 叫做 第六 第六下一个 叫高校阅读 网络上其实搜寻有很多人 分享很多阅读技巧 可以操作 可是如果你操作过程 发现 我不知道怎么做 没关系 我们那门课 其实就在讲 如何把知识落地 用在生活当中 然后不止在台湾 我们生意已经开到中国去了 持续在推广的一个阅读教育课程 好我们换下一页 好所以有一句话说 读书等于读人 你是我朋友 但我们各拿一颗苹果交换 我们还是 几粒苹果 捧购 可是如果我们交换思想 我们就拥有了两个思想 其实这又阅读最大的价值 很多人说人一生只有八十岁 可是其实人如何活到八百岁呢 你就多读一点别人的自传 把别人的人生经历 放到自己的内心里面 你完全不用经历那些挫折 失败 或者是那些难堪 你就可以拥有同样的经验值 同样的经验值 所以这就是读书的价值 知识的价值 所以如果当你理解这个方式之后 下一页 阅读就会成为你的超能力 再次给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时间抓得很准 因为我想说留十分钟给大家QA一下 好 有没有人要问问题 我们有三本书要送给大家 对 市价几百块 而且买不到 有问题吗 任何问题都可以 你平常就是看一本书 你是怎么做笔记的 或是你要怎么整理成一个脉络 再去传授给别人 好 书要怎么做笔记 其实我现在做笔记啊 因为我现在时间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的做笔记方式是直接说出来 我就开直播 直播就是当我输出 其实就是做笔记的方式 我把它记起来 通常你能够讲出来 表示你对这个书的关键 或是它迈诺我已经抓到了 我只要抓到这样就好了 好 那哪些书会做笔记呢 就这本书可以让我变钱的 就是功力一点 这本书它可以让我变成钱的 包括我要去企业讲书 去企业讲课 这本书我一定要用到 我就把它整理成笔记 然后用新制图来做 因为新制图它可以帮助我记忆 然后就可以画很大张的图 我之后就可以靠那张图去回忆它 甚至做简报 非常快 所以这是我做笔记方式 我们那个刚刚有一个社团 叫阅读人同学会 里面有各种各式样的人 很会做不同的笔记 包括现在有一个叫就是块 然后包括有九宫格曼陀罗笔记法 也包括过去有些传统的 超名言家具型的笔记 各种笔记都好 可是我更鼓励你思考的是 我做完这些笔记之后 对我人生有什么帮助 我做完那么多之后 它对我生活有什么改变 我写了这么多之后 我能够拿它跟别人分享 去支持别人 或它可以帮我创造收益吗 对 因为人的时间 真的二十小时非常有限 所以你需要去思考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 他所要付上的代价和价值 对 这是跟你的回馈 有答案有得到吗 好 谢谢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好 还有同学要问问题吗 越来越多了 我想请问你 一天看几本书 然后呢 你怎么决定你要看哪一本书 这个答案非常好 我现在因为我工作需要啊 所以我每个月会从出版社那边 收到五十到一百本书 对 从中国那边会寄书给我 台湾也会寄书给我 然后他们希望我去说 因为我们说书是免费的哦 所以出版社会不会很开心 会 有人帮我推荐耶 好 然后赶快寄来 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合作 我现在平均看时间 像这本书吧 克雷的桥 我现在已经读完三分之一 是刚搭捷运的时候读的 好难读哦 我觉得至少要花半天 对 花半天 然后像这种 寻找创意甜蜜点 因为它里面的理论和方法 其实在很多书都看得到 所以可能 二十分钟到半小时内 应该可以看得完 对 所以每个书都有一些技巧 有人说看书 怎么让它可以变快呢 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去图书馆 把这一排的看完 你就拥有这个能力了 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我是大学的时候 误打误撞学会的 后来理解这方法叫心智表征 就是当你同一个领域的书 读过一条龙 读过一条龙之后 你会发现它故事 架构 你都能抓出来 然后过来都只是重复 抄来抄去而已 对 尤其是心理学 虽然前一个是许浩宜老师 我没有说话坏话 对 心理学研究啊 有期刊论证了 其实不到一百年 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 真的有做实验 有期刊整理出来 不到一百年 虽然你看了差不多 十到二十本之后 会发现故事再重复了 理论再重复了 方法论再重复了 过来只是延伸里面的案例 不同而已 所以当你读到一定的量之后 阅读速度一定会变快 这只能下骨功 这没有其他方法 好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好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 我们一二三来 我们看太多朋友 一二三 好 黄色衣服 你要分享什么 我这边想问说 老师您除了在看书之外 那就是说 像书的那个什么 像杂志或说商业周刊 这些书或是报纸 也是有每天看吗 也会看 因为他们会送我 对哦 对 他们会寄给我 所以我就会看 可是看的过程 就是会挑我要看的 因为我里面还蛮多广告 所以应该不会 把所有广告看完吧 所以就会翻自己要看的 很快翻读 然后我自己也很 还喜欢看漫画 有人说 那你只有看书 没有其他休闲吗 这样不会很有压力 对 我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看漫画 我觉得漫画 是一种放松方法 我很喜欢只有图 不要有太多压力的方式 所以我很大量吸收 大量漫画 那小说咧 小说 小说就会挑 因为小说要 要很多情境 人要整个进去 很累 小说是看所有书里面 最累的 对 像我最近才看完 麒麟王 麒魂 好像我们小时候的东西 我没有看过 我觉得金金有未把他看完 对 好 我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好 我们还有四分钟 其实还可以问问题 可是这礼物就变成 你待会儿要给我email 我用寄给你的 好 其实我有三个问题想问 可以吗 第一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 资讯很发达 像FB嘛 常常会发一个 比如说一个短篇的一个文章 好 跟 那以短篇文章来摄取 跟我们去阅读这件事情 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是老师说 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 可能想去找书嘛 那这么茫茫人海这么多书 我到底要挑哪一本是 我觉得可以让我读 那再来是 刚刚老师有讲 我不一定要从头读到尾 那我要怎么去 阅读这件事情是快 然后得到我要的东西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这问题很好 第一个刚刚提到说 现在资讯量很多 然后破碎化 那破碎化 那一本书有什么差别 好 因为破碎化 基本上 我不能说它没有办法学 它一样可以学 可是它没有逻辑 它没有 它不是没有逻辑 它是没有那个 从头到尾的架构 所以你只能抓到一个 很片段的一个资讯 可是它还是可以 对你的学习上有帮助 所以不是说读网路文章不好 只是在你抓 catch这个资讯的量过程当中 你要一定要很大量的统整 同领域的破碎化资讯累积 你才有帮助 否则它还是破碎的 它还是破碎的 所以一般书 它其实有一个脉络 同时你要找答案也是 有一个理论的根据 有理论根据 因为网路如果大家知道 其实上面很多资讯是假的 或错的 然后刚刚第二个问题是 刚刚提到说什么 该怎么看书吗 就 这么多书 好 第二个问题 这么多书该怎么选 有一个简单技巧 可是通常这种技巧 要等二到三个月以后 书的 我直接讲其中一招 因为这个选书有很多招 书的最后一页 或最前面一页 会有一个版权页 然后它会有写几刷 好 只要一本书 超过四五刷以上 应该都不是地雷了 对 四五刷表示 已经快可能五六千 到一万人买过这本书 如果是地雷书 那前面应该就骂翻了 就不会再卖了 也不会再刷 所以通常三四个月 五六个月以后的那本书 有再刷的迹象 那它通常安全性很高 然后如果这本书 它好像每几年都会改版 像什么 《与成功有约》 我现在应该加有四个版本 还六个版本 它是版本在换 表示这本好不好卖 好卖 出版社觉得好卖 所以这本书就是属于经典型的 出版社觉得它不会倒 不会赔的书 它就会卖 好 所以这是一种 很简单的选书技巧 我从版权来选 然后刚才提到说 那拿到书之后 我们带着问题读 怎么样很快地抓到重点 其实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封面目录序 封面很多人只是看完书名 就进去了 没有 这很浪费 因为现在出版社很用心 把所有重点都放在外面了 所以封面把它看完 然后序 还有目录 然后有一种序叫导论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看过 好 什么书会出现导论 大陆的书 大步头 好 大步头就是那本书 通常很难 你随便跳进去会看不太懂 所以会有导论 通常都是 比较有点硬的书 那种导论一定要看 不要想说 我看别人的导论 我直接看 那你会很有很多挫折感 所以有导论书 这种序都要先理解 然后再阅读 对你而言会比较快进入 然后延伸 带着问题去读 也是一种方法 我们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那请问一下 读书的话 因为这量有点大 就是让它跟自己产生关联的话 你会自己想要把阅读量 减到多少呢 就是通常 与其去寄出背东西 我自己的方式是 于无形中变成我的习惯 我再也不用寄了 我说服了我自己了 所以如果是你自己的话 你会希望自己阅读的量 能够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的话 你会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每年说这么多书 快六百本书 可是说真的 能够变成我直接工作执行 或影响很大 其实差不多只有二十本 这么大量只有二十本 为什么只有那么少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知道 台湾一年的出版量是四万本 四万本 我们一辈子都读不完四万本 我一年只收到五六百本 其实还是不够看 等于这么大量资讯 我们可以去拿到获取 然后可是真的能够去对你的生活产生影响 其实只有一少部分 所以我会延伸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 这本书对你现在的工作 有没有影响的 如果有影响的那种书就是 值得你好好读一读 因为它可以马上体现出你的成就或收入 马上看得到的 看得到变化 然后第二个是 它跟你的人际关系能不能产生连结 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因着一本书 有一个话题 有一个可以敞开谈论的东西 其实也会让你有成就感 我现在都先从成就感开始 然后延伸最后才是 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就我如何让我自己的心灵可以沉淀 可以好好反思我这一生 还可以做些什么 就好好探求自己的人生 所以这是几个 我在看书后面 读那么多 其实都是为了帮我筛选哪些事 我要好好读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 我自己选书的方法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 我鼓励大家可以去探索探求 因为最后这个阅读才会成为你的超能力 我们再次给这先生 还有其他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